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看到我的形象都是舞台形象 舞台形象基本上以传统的那种常山大褂 可能脑子里想象还是那个 没错 而且与其说我是钢丝 我不是他不在 我就说你 与其说他是钢丝 我更是千丝 这是说真心话 实际上两个人是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听郭德纲云谦的相声 就有钢丝就可以了 但是往往像咱们观察 我还经常还注意您说话少的 然后我就觉得捧跟的不得了 因为你看 其实我觉得捧跟的有点像主持人 为什么呢 主持人一般访问的时候就像捧跟的 今天我们俩给您捧跟 您哪是斗跟的 他基本上是属于把斗跟的话给激发出来 然后让他最大限度的最完美的展示一下他的东西 对 做的这一点 而且有一样 我不知道你跟郭德纲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你比如像我们这个节目 仨人聊天 虽然有的时候你要请一个投一回来的老师 老师本人是说的非常好 但是每当观众说到 仨人聊 怎么样能聊的人觉得特别是那么个气场 就得觉得是文道 像徐子东 还有我 我们仨你说单独挑谁都不算特能砍的 但是从一块呢 他就是有一种 别人也觉得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不 我看你们就算很能砍的了 大家不敢当 真的 我们这个节目 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 真的 真的 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我好奇的就是 你们 那您平常私下您话多吗 不多 对吧 实际上我跟德纲都属于内向型人 内向型人 对 还甭说我们平常自己话不多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基本上没什么话 因为彼此已经很默契了 关系也很好 该说一句话 两句话 甚至一个眼神 就基本上就能了解了 台上这种默契已经有了 甚至延伸到台下来了 然后呢 其他的话也就没必要 该说的都说了 除非旁边有的 该有个一两个朋友或者是孩子们 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才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有些逗着玩 两个人才能说的热闹一点 这个好像是还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 往往这种为大家带来笑声的 就是这种搞笑的 这种或者喜剧的这个人 往往私下里就挺闷 他有甚至有些人甚至有抑郁症 对 就是说他会不会是在台上 透支了太多的这种欢乐 然后他自己的情绪 在闲下来的时候 反而容易低沉 是 这个我们老说 你台上也疯 台下也疯 那这人就是个疯子 你非得把台上你的整个的 这个最好的状态 最大的一种表演欲 给他调动起来 台上展现一些东西 然后台下里边 就是你观察生活 吸取素材 这么一个提炼的过程 可能最多的东西是想 就不是在说的 而且会不会 就是说 你们天天琢磨 怎么能让人乐 变成你们自己的笑点就会很高 就平常生活里 会不会很难有什么事 能把你逗乐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真不是这样 可能我们听相声 或者是看喜剧 或者看什么东西 一些节目类的东西 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我们可能笑得也很高 一般的情况下 即便觉得它好 可能也不会太乐了 但是真正接触到生活的东西 还是会 还是很容易把我们逗乐的 因为生活的东西太可乐了 您给我们说说 最近有什么可乐的事 怎么说 可能具体举例子 一时举不出来 但是我们在台上可能大部分东西是机性的东西 大部分东西是机性的东西 所以在台上我们两个人这种兴奋度就靠的是机性的东西来刺激 因为词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词 我们以为是基本 不是桌落的大部分 我们以为是少部分是现挂 大部分是排好的 不是 我们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是现挂 天哪 这个反应 对 我们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 郭老师他之前学的是评书 所以他有很多出口成章的东西 对 看一个点 他就能给你说出一个故事来 对 他机性的东西就很能够出口成章 让你一下就能听得很舒服 所以他我们现在段的基本都是他写 写完以后 他的创作过程没准很长 复稿时间很长 一两年都有 半年一年时间都可以 然后他一旦落笔 就可能是大概这么长的一个纸条 写上两句话 可能就是一个大段 写上两句话就是一个段落 然后每到下午七点 晚上七点多钟演出 大概五六点钟到后台 先清晨茶跟孩子们聊 说说今天晚上怎么演 什么状况 然后盯到六点多钟 然后这把孩子们就来 来来来把你大爷请过来 有事 孩子们我比他大 孩子们都关我叫师大爷 把你大爷请过来有事 叫我过去 说哥咱们有一个新段 我说好有什么新段 拿着这纸条 他就一边看着 一边就给我念 一边看着就给我念 您觉得怎么样 我说行 那咱们上吧 就咱们上了 为什么他们在剧场里演出 效果那么好 他们特别放松 真正的这种松弛 实际上这种喜剧的这种技巧 都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 舞台上玩的东西 再加上学 练 都已经融化在血液里 但是我问您 您说真情话 比方说 咱在央视春晚演出的时候 心里是不是就没那么放松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因为什么呢 它不是其他的不放松 在我们的技巧表演方面 我们也很放松的 关键的是时间问题 关键是时间 对 这回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说过 就这次春晚 要求的是16分钟 临到上台 往台上迈步的时候 跟他们说 允许你们到17分钟了 延长一分钟 事情很宽松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段子 你要掐到17分钟 念词可以 加上效果就不行 德刚说 你呀这么着 让底下人呀 准备几个牌子 这一个牌子上写着10分钟 然后10分钟往后 一分钟一个牌子 一分钟一个牌子 等于是这个 到10分钟的时候 他给他举了一个牌子以后 过一分钟举一次 过一分钟举一次 等于是德刚在台上 是一边看着他那个时间 一边重新 把他那个段子后边 编完了以后 按照时间的这个点 重新编辑 重新说 这个是紧张的 我呢就紧盯着他 一句也不敢 你注意吧 我们在春晚上那次表演 我的话 基本上都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当中说的 就没有让观众 鼓玩掌笑完了以后 再重新说 因为就没有 不像聊天的节奏了 没错 咱们聊天 你说到可乐 哈哈一乐 别等过去了 他有这呼吸 有这节奏 那个就没有这节奏了 所以这咱也知道 为什么过去老说 这个电视 很多地方 他扼杀了这个相声 他恰恰相声讲究的这种东西 跟电视的规律 有点矛盾 蛮拧 有点矛盾 你比如说 这还没让您看镜头呢 这看镜头 这相声没法说了 三分吸气 还有一点 相声到底是 比如说 所有传统曲艺 它是个现场的东西 现场的东西 感觉差太远了 和观众的互动 还有观众给你的刺激 给你的反馈 这是特别主要的 没错 这个 你像咱们电视台的 我现在就有体会了 你好比你倒一棚 要是还是特高级的棚 这导演反而觉得 他得有所作为 不得忽悠镜头 但是你知道相声 就逗人笑 为什么我觉得 他们这也是艺术家 就实际非常微妙的一个感觉 对 比方说 你这说一包袱 他啪 另一个切换了一个镜头 观众看着 实际就走神了 马上就转了 马上注意力会被分散一下 你这包袱就不响了 对 就跟我们台上 有时候比较讲究的演员 严格到很严格的程度 就包括上台不戴眼镜 多大的近视眼 不戴眼镜 上台不许戴戒指 上台不穿白袜子 这什么讲究 就是说 你比如说抬手动脚 你这黑色的长衫 黑色的裤子 黑色的便携 一抬脚露出白袜子来 观众 这一晃就差眼神了 这是惊艳的 对 你不在台上戴一戒指 你稍微动着 那点灯光一反 一晃 把这个情绪就插过去 没错 这笑是真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规律 当然也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就说蓝长衫 黑裤子 黑鞋 白袜子 显着干净 台上显得又干净又利落 爽力 对爽力 专门有因人而异 各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但是基本统一的是眼镜戒指不能戴 因为戴眼镜影响表演 而且就挡住斑拉脸 这都讲 对 然后相声眼睛基本不留长头发 你也烫头 对 你像我这个基本上就背过去 它是要把脸部尽量大的让观众看到 你要留下来的那个 所以挡到这的那个 那又斑拉脸又没了 你别看 说话少的往往更厉害 就是说千哥这反应 就是闪电一般 我见他们说的 比如这个郭德纲 可能说 说我在草坪上练游泳 从来没腻过水 他就马上就能给一句 没给活埋了 这就是几场的反应 是吧 对 现场的临时反应 再有一个就是出向思维 就按他这个想的东西 你能再延伸一步想下去 就这个 整个画面就出来 对 画面看的东西 所以你看 就过去 周恩来有句话 就讲 顺势而为 我就发现 这个捧根的 为什么我特别注意 这个捧根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咱要是说高了的话 有些人讲 就说捧根的 这叫自清自贱 是吧 就是说中国有个成语 叫唾面自干 你们俩多么温柔的干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就说 在这个俗人的社会里 中国人过去有句话 叫温柔敦厚 其实我有时候 我觉得我能审 这个捧根的美 但你说 它是不是温柔敦厚 他永远 他不抢戏 而且他跟着你走 他甚至有点像太极拳 他不是要立一个他自个儿 但是他跟着你走 他经常出花 这东西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实际上 说相声 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非常承认这一点 就是说相声演员这俩人 他确实有一个主角和配角的关系 红花和绿叶的关系 那么如果两人要都是当红花 互相之间抢 那谁也抢不好 谁也都体现不出来 那么必须有这关系 而且说实话 喜剧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个 走大众化的东西 你必须要把喜剧演员自身 不单是捧根的 豆根的也是一样 要把自己降到很低 你要是高高在上 你觉得 哦 这位是一个绅士 那你演不了喜剧 对 他本身看着你是一种仰视的角度 他不会乐的 是 他看着非得 你比他低 你的身份比他低 他才能乐得出来 因为他在嘲笑你的某一点 或者是他在 他在 他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 是他生活当中看 他是这么看 哎呀 太好玩了 他是服侍的 对 这才能好玩 这就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 这好像有时候 我甚至觉得 这种二人关系 甚至是个普遍规律 你比如说你看 很多国家的 他的一些的喜剧 日本也有一种类似相声的 也是二人组的 然后西方 当然美国现在流行 是一个人站着相 脱口秀 对脱口秀 但是问题是 对 慢彩 但是你看看 他很多的喜剧电影 通常都要出现二人组 有大档 对 一定是个二人组 而且配合都是这种形式 对 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人是来主 主推的 对 另一个人是配合他的 对 所以大概是慢慢的人类 大概在发展喜剧 这个东西都想到 这是一个 仿佛是个普世的东西 都往这个方向出来 这真有意思 您说就是说 像是要是一个人的那种脱口秀 就像美国那种 他一个接一个讲笑话的话 他比这两个人的 他缺了点什么呢 他实际上他也不缺 实际上他也不缺 因为他在模拟一个捧根的 他在来说他 国外他可能脱口秀一个人 但是他还有很多是咱们不能涉及的 一个是擦边的那些两性幽默 性和政治 和政治 这些东西刨开 那么他在说的 都是说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对 他把自身的那个形象就立为一个捧根的形象 一个人去俩角 去俩角 对 他说的事 没准说的是我 那么观众嘲笑的就是我 或者看的就是我 或者说我们邻居的谁 我那天在马路上碰见一个谁 然后我跟他怎么说了 然后一下又说他的话 一下说我自个的话 对 他等于还有一个模式 那您当捧根的乐在其中吗 那咱们不知道这心理 太乐在其中了 因为这可能没从事捧根的职业 可能体会不到 我感觉你先让我逗根去 我还不愿意 真的 我特别喜欢捧根 因为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边 我觉得这一台我们俩说的这些段子 他再说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都是从我们叫翻包袱 翻包袱 就是说我们管的一个笑料叫包袱 对 用的行话叫包袱 所谓的包袱就是说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这就像一个包袱皮似的 对 你把它东西都买好了 买好了以后 是有捧根的把这个包袱皮打开 斗根的是来装这些东西 是有捧根的把这打开 就到最后一句 就是说翻这个包袱的时候 这个一句话是最过瘾的时候 是不是斗根的翻吗 不是是他来埋 是他来做这个包袱 他来做这个包袱 对对对 到最后是由捧根的来把这个包袱打开 抖露出去 那最后这笑不是往往在斗根的身上 他最后给一句这包袱就炸了吗 不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捧根的就没有必要用这个人了 他捧根的必须要带动观众 站在观众的立场上 或者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 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来对他的观点 就是说对这个包袱有一种态度 然后用这种态度 用一种强烈的语气 把它抖出去 对 这样才能让这个包袱和观众产生共鸣 您能举个例子吗 对对对 所有的包袱都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小段里头 它怎么叫一个包袱 您是怎么给抖的 其实你随便拽出一个包袱来都是这样的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 我在草坪上练游泳 他说完这个 实际上他把这个包袱给你了 埋上了 其中的东西可能你需要过半秒钟 甚至一秒钟 甚至半分钟才能挖掘出来 才能乐出来 甚至有时候你回这个路上 你才太可乐了 这草坪怎么弄 到时候有捧跟的把这说 那你没没把你活埋了 一说完这个以后 观众就马上就能想到 他把那土都刨开了 对对对对 实际上每个包袱都是这样 咱们就专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把这个东西能挖掘出来 你就可能就说到观众的心里去了 你就会受到欢迎 你就得到共鸣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 像你们两个这样的 我现在才知道极性的成分这么大 但中间牵涉到这么多的技巧 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技巧 其实有时候是有规律 有模式的 有模式 我们相声的老前辈 就是说咱们的 中国的这些喜剧大师们 这些老祖宗们 太智慧了 他把所有在汉语当中 能够产生笑料的 这些语言的节奏 结构 已经都总结 都总结完了 现在不管是相声 还是小品 还是喜剧 还是什么 只要说中国话的 你乐了 他用的都是相声的语言节奏 都是相声的包袱框架 你把这一句 他没准剧情跟你这蛮不一样 但是你把这一句 笑了个前后三句话 把它摘出来 他所说的语言节奏 都是用相声可以处理 可以解释的 所以我觉得想 因为你们也办学校 所以这个东西 它既然是有规律的 它真的是能教的 就真的能够教的出来 能不能学的会 教不出来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 让他教教咱们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就这中国老祖宗 笑的规律 对 但您说能学的会吗 怎么说 按说是学不会 所谓的咱们老话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么师父所要教你的 我们师父的父 不是工厂里开车的 单里人一个寸 不是师父的父 我们是父亲的父 就是说你拜了师以后 你的师父 要跟你父亲是一样的 他不管是从艺术角度 还是从做人 还是从人生观 各个方面 他会给你一个把控 给你一个 怪不得你们都管 他们叫孩子 对 我们这帮孩子们 他们也叫师父 叫大爷 叫叔 什么的 当然师门里边 都有这个规矩 这是一种传承方式 所以这个 所谓师父领进门 他教你的 是一切相声的规律 这种规律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报复应该这么使 但是相声是很讲究天赋的 天分 对 物性 物性 如果说 为什么相声成才率很低 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 一辈子 他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他是一个载道者 他不会是一个 他是一个载道者 他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表演家 对 他误不到其中台上的这个东西 但是他可以跟你讲课 对 我懂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你刚才说有规律 有规律的东西 应该是可以学的 但是你学了之后 学到什么境界 什么程度 这完全就得看天分了 对 完全可以看天分 因为这种语言节奏 谁跟谁都不一样 真是 而且还是有变化的 我用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本身就很难掌握 但是是可以掌握的 但是呢 他又是相声 本身又是发扬 张扬个性 对 我用这个节奏 我穿这身衣服 坐在这 用这个节奏来说 大家没准备乐 你穿着这身衣服 坐在这 你用这个节奏 你还得去误你自个儿的节奏 对 然后还有 包括自己的形象 对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是什么观众 台上的这种 这是有什么气氛 各个好处 祝我今天 有一个